哎呀,大哥呀,坐甚麼呀?烈火戰車呀 剛剛衝出去紅綠燈,真是誇張呀 Hello Hello,大家好,歡迎來到鐵叔咕咕小姨媽頻道 今天會去哪裏? 今天其實回香港,但是幾個關口都試過 連堂關口、羅湖關口、黃江口 很惡禮呀,大哥呀,坐甚麼呀?烈火戰車呀 剛剛衝出去紅綠燈,真是誇張呀 今天就想嘗試去哪裏過關呢 就是,哎,痴癢很多呀,黃敏媽,這點行呀 我們就會去敏感度過關 因為剛剛朋友說,敏感度過關應該很方便呀 不如跟大家走一轉,Let's go 敏感度口岸,在哪裏過? 在這裡? 在這裡? 哦,得 好了,地下長幾年 Wanna告訴我,現在要準備拍視頻,拜拜 好了,今天下了車之後呢 就在這裡,一個方向,往香港 其實在羅湖區呢,敏感度過關呢 應該或者比羅湖更加快 新的大樓,那這邊呢,就往香港方向 有一個呢,有一個呢,敏感度口岸,乘車指南 那麼,深圳汽車,銀湖汽車站,羅湖口岸,客雲火車站 那這邊,那這邊方向的 看看大家要去哪裏,不過,嘻嘻,我今天呢,就回香港 今天幾多好,2023年,3月14號,白色情人節 祝願大家,開開心心 講香港,看看幾多分鐘先 現在我搞來搞去,搞了差不多一分鐘 好,這個時間呢,民感度口 開放的時間,就是朝早的7點,至到晚上的10點鐘 好,Let's go 其實我真是第一次,你民感度過慣 住了深圳,住了深圳呢,這麼久,來來來回回 都從未試過 一樣,海關健康申報,入關前呢,我就要準備一下 大家看看,來來看一下,頂那些好像好似乎 來來看,頂那些好像似乎乎 來來看一下,頂那些好像似乎乎 來看一下,頂那些好像似乎乎 這樣那樣的 你看看,頂那些好像似乎 這樣 眼睛的,好似乎 這樣 好似乎 這樣 民感度,就比較多跨境學童的 接 喊點 原來這裏是出境的 我入境大堂必須去一樓 小哥哥等我 謝謝 這樣去等我 坐升降機 剛才我在那個位置 可以坐扶手電梯上來 或者我可以坐 拉近你就可以坐這個 即是電梯 好 這裏就是入境大堂 那我過關就必須要不可以拍了 但是很少人的 嘩 真是很快 兩分鐘搞定 因為無人了 現在來到這裏 出了 剛才在這裏 出 過來 有條扶手電梯 都幾多巴士的 多久才開一巴士呢 不知道 上面呢 這裏呢 就只有一個站點而已 暫時就應該是上海港場 上水港場 經常想去上海 那 幾錢 二十元單程 OK 可以買套票 一百五十元十張港幣 敏感到上水港場 OK 那我們 時間 就是這樣 買了 要過幾 十九 十八 是嗎 這裏還有一個 可以拿 你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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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上門 因為呢 是港幣二十元 你可以 大家看到 港幣二十元 那所以 如果你 給微信支付 大陸的呢 他就收我十八元 這裏 又計算一下 時先 用多久 兩分鐘 用了兩分鐘時間 車程 就到了 香港 入境 出了過關之後 就有個燈車位 剛才我們那家大阿巴 就在這裏下車 司機現在又回來了 因為他都是要做入關的手續 下車就在那邊 現時是三點四十九分 剛才呢 上車第一站是三點四十四 兩分鐘三點四十六 用了三分鐘 過關 搞定了 三點四十九分 開車 那看一下 又用多久時間 轉彎呢 就到了 這次的時間 就是十六點 零一分 剛才沒有四十九分 那就是 用了十分鐘 就到了 看到了 上水廣場 下車 到了 下班市之後 經過綠色小子站 走前 大家就會見到 上水貨車站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就來到D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喜歡的訂閱鐵叔姑姑小姨媽 勤導請你支持訂閱 點讚 分享 留言 多謝收看 下次見 拜拜